电动封城市车迷看得热血沸腾 除了比赛赛车之外 维护秩序的安全车也受到关注 2022年FM1选用保时捷台康系列作为赛道安全车 今年同样也不例外 只是今年该采用同系列最新的车款 台康Turbo GT 动力与性能都更强 作为接替前辈台康Turbo S的替代款 台康Turbo GT在柏林一亮相就吸引众人目光 零百加速只需花2.2秒 最高时速可达到305公里 它是777匹 那它额外还有一个攻击模式 在10秒钟它可以增加到1000匹左右的性能马力 来到历史悠久的F1赛场 Austin Martin旗下Vantage经过完美调校和独特装备 搭载手工打造的4.0双波轮和V8引擎提供动力 是同级车款中速度最快的 获选成为安全车 而另一款旗下修旅DBX707 兼具空间和性能 最大马力707匹驰骋赛道 并在紧急救护需求时 提供医疗团队及时代步服务 This is the new Formula 1 safety car The Mercedes AMG GT Black Series 德西兵士自1996年开始长期担任F1安全车与医疗车 随着新赛季即将展开 近期也公布了使用的车辆 安全车部分采用车系最强的AMG GT Black Series担任 那这两个等级他们的应该说他们的马力 对比到性能电动性能车 他的马力应该说是不到这么多 在这一系列的竞速活动中 安全车的角色绝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存在 他更是每位赛车手背后的安全网 性能当然不能输 在新闻中瑞琳嘉倩台北报道